这股林书豪热现在也延烧到演艺圈 模仿节目呢特别演出了搞笑的桥段 到底由谁来模仿林书豪最适合呢 这两网友就说 郭子前长得最像 不管发型啦脸型啦都有几分神似 不过郭子前今天呢上午才刚刚出演 他说其实早在医院里头 就有研究林书豪的招牌动作 现场示范一段带您来看看 没错就是郭子前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 林书豪和郭子前一样都有着高额头 有棱有角的长脸 尤其是招牌的飞机头 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像 我要切入啦然后得分之后 那个得意的表情 才刚出院听到长得像林书豪 郭子前拖着受伤的身体 即使只靠上半身演出 还是来上一段 肢体语言模仿的微妙微笑笑翻全场 也让网友直说要不是郭子前正在疗伤 一定是由他模仿林书豪 如果是真的模仿林书豪 应该十拿九稳的没有问题 趁着休养期间 郭子前早在医院研究 林书豪的招牌动作 如果复出后立刻演出 他说一点也没问题 盖林书豪旋风也延烧到演艺圈 周圈 陈青春 现在就愿意由台北采访获得